这两个问题都很紧要 对于中国经济的观察 然后答案都是yes 两个都是yes 我们首先讲一下 第一个中国现在的经济数据 他们自己都知道水分太多 现在去讲什么经济增长率 是4.5% 5%还是3% 都没有意义 你现在有几个迹象来看出来 首先那个码头的空柜 货柜的空的柜堆积如山 再来的话 大学毕业生要找工作非常困难 然后再来的话 这个中小企业的破产 这些事情都不足以证明说 你中国经济还在增长 你根本已经是负的 应该是衰退的 你想要说它增长4.5% 3.0%还是2.5% 那个都没有意义 那再来我们现在看起来 那个中央的财政 主要来自于四个经济大省 就是江苏 上海 浙江 广东 这几个才是支撑中央财政的 主要力量 然后这几个地方目前 全部陷入财政赤字 那所以中央也没有足够的机会 来那个大撒币 包括对内要花那个消费券 那消费券是这样 假设真的花了消费券 假设真的 那么在经济前景不太妙 就业机会这个有很高的 这个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一般消费者会宁可增加储蓄 如果你把钱放到老百姓口袋里面 他们宁可增加储蓄 而不是去增加开支 或者拿这个消费券来替代 原本要做的现金开支 我本来要花自己的钱去做开支的 我现在可能用消费券去做开支 所以在经济情况不太妙的情况下 你用财政刺激 通常效果不显著 几乎没有效果 好 再来的话我们讲 贵州省 因为全中国的31个省级行政单位 全部有财政压力 包括上海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贵州省肯定是经济方面的后段班 后面三分之一 那他再做给其他省看 其他省看到以后说 我也有一样的问题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跟进 然后其他省都在看 中央怎么处理 贵州的这个问题 那通常这种事情的话 贵州有财政压力 还不出这个债的话 他应该私下找中央谈 为什么变成新闻抛出来 表示这个背后有文章 要嘛实在问题已经撑不住 要嘛就是有新一轮的权力斗争 那我们现在看起来 为什么解封之后 中国经济没有真正的复苏 实际上还在衰退的这个 陷阱陷阱里面 第一个 订单没有回来 对 外资那个订单带走了以后 订单没有回来 第二个 中小企业在这段疫情期间破产 你现在解封以后 中小企业有回来吗 没有啊 对不对 再来的话 那些流失的就业机会 没有 所以没有回来嘛 你解封以后就业机会没有 因此回来 那没有回来的话 那个我就不能去交房贷嘛 对 房地产的那个危机 也就没有真的 房地产危机的根源在就业危机嘛 是 再来的话 那个外资还在撤离嘛 还在脱钩嘛 再来的话 技术禁运有因为解封而解除吗 没有嘛 因为技术禁运不是 不是来自于这个 这个病毒的问题嘛 来自于你 其他方面 包括你 不遵守贸易规则等等嘛 再来就是讲到 你以前不遵守规则没有信用嘛 你现在有让别人觉得你有信用了嘛 你回到遵守规则了嘛 遵守国际承诺国际协议了嘛 你现在还在咄咄逼人 还在那个药武扬威 对不对 你虽然解封了 但是这些问题没有改变 没有回来嘛 再来呢 你对病毒的扩散 从头到尾不负责任 你现在有道歉 有配合调查 对不对 有任何一点改过道歉的那个意思吗 没有嘛 而且还大量销毁数据现在 对 而且说不定还扩散新的病毒 所以病毒的部分 你本来就是可以追究的 不管你有没有解封不解封 对 再来的话 你一再来在破坏国际秩序的这个 安全和平稳定这些嘛 从南海到乌克兰都一样嘛 你没有去谴责侵略嘛 所以老师 外资等于是说 在这个病毒的账 还有间谍气球这些账 都还没有算清之前 坦白说 我现在外资也不太敢进去 万一到时候各国跟你就是杠上了 我外资要出来 就可能被你锁在里面了 所以归根结底就是 解封之后 解封之前 中共的这种粗暴 流氓无赖的这种性格 没有改变 然后他对人权的粗暴 就像从新疆到香港 对不对 到那个宗教打压 甚至于在海外 还要设秘密警察局 对不对 这些行为没有改变 而且美国在一件一件抛出来 这些资料美国都有 党国现在一件一件拿出来 抛出来 就中共外交部否认 但是公安部被公安部打脸 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出来 中共的那个恶行 现在已经被人家收集足够的资料 到累积到一个程度 人家已经不愿意再去面对 跟接受中共的巨婴症 然后这样我们平常讲的 就叫做业力大爆发 对不对 就是说中共的这些 我们俗称流氓无赖 就是巨婴 人家已经不接受了 所以你现在要怎么样说 因为解封就可以回复经济 回到疫情之前 这个极端封控之前 不可能嘛 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 贵州省的财政压力开第一枪 接下来还会有 听说黑龙江省也有问题 他们现在地方政府开始要 想办法解决财政收入的问题 开始变相加税 恒征爆炼 比如说农民在田地里面烧鸡梗 然后就中华 就像很像我们在这里 有些地方政府就是开华丹 拖掉把你的车子拖走 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现在已经到了 这个饥不择死的地步 所以将来非常可能会 复制明朝模式 就是维稳的部队的经费开销 由中央承担 然后中央现在就开始变相加税 恒征爆炼 然后最后大印钞票 通货膨胀 民不聊生 最后农民起义 所以现在在走的 是明朝模式 所以他现在派农馆队下乡 搞不好再准备 对对对 他来维稳 他现在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维稳 农村维稳 在中国的话 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 一切问题都是政治问题 那政治问题的话 就像刚才宋老师 已经谈很多 这个政治问题的思考 这是习近平的专长跟本行 他不是从经济来思考问题 他从政治来思考问题 那政治思考问题 一个很重点就是 社会监控 所以你现在看起来 这个贵州的问题 喊出来以后 其他省份可能会跟进 看看是不是跟进 是不是地方财政的问题 整个摊开来 那到最后的话 你可以看出来 美国在升息 在量化宽松退场 欧洲也是 日本大概也要跟进 只有中国还在货币放水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通缩 只有在通缩衰退的情况下 你才搞货币放水 如果你现在是 像美国就业市场 很崩很紧的情况 总需求很高的情况下 你不是去做量化宽松 你去做量化退场 量化紧缩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中共还在货币放水 就大家都看得到的 所以你从这个来宣称 中国经济已经在衰退 在通缩 是合理的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 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那么感谢各位 长期对我们的支持 新闻大破解团队 将持续为您制作 更油脂的节目